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火山关底 上一集有一些收尾工作忘收了 帕奇这儿还是有对白的 Taneth has lost her head a fine mess but how else could it end when daddy ambitions head over heels courting lady blasphemy well,here I am untethered,once again goodbye my friend what is it oh,come to make a parting donation to Patches Emporium 对白之后帕奇就会消失 所以我在这里把 反正身上有卢恩把能买的都给他买掉 然后我们再到里面去见贝纳尔 这两个人在以后的其他的地方 还是可以碰到的 但是他就不属于火山关底这里边了 贝纳尔也还在这儿 even he was prepared to meet a wretched end when he first took blasphemy unto his very flesh but any road the volcano manor is no more though we may yet fulfill an old promise we hunted our own kind and took what was theirs and with everything in hand the time has come to rise against the earth tree oh,greater will hear my voice i am the recusant bernard inheritor of my brother's will and you will fall to my blade we refuse to become your pawns consider this fair warning oh,greater will 和贝纳尔说完话之后 之前在这边有一个像灵魂一样的一个人 他在这边会留下一个动作 致谢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之后 火山关底就已经没有人了 整个火山关底全部碰掉了 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龟影子都没有 但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好好探索一下火山关底了 我们从火山关底的劳镇教堂 这个点出发 把火山关底清一清 实际上在这里面呢 我们真的需要的 实实在在需要的东西 并不是那么的多 就有大概三个东西 主要也就是护服 但是过都过来了嘛 该清的就把这边的场啊 清干净 然后我们装备了大弓 使用大弓呢 普通的射击就可以干掉这些敌人 这就是普通的射击 但是大弓比较贵 这个还没还不行 要拉满弓才行 我有时候老是不习惯 因为它是可以两种线啊 让我们选择的 这个有点远 因为是清场嘛 这个节奏上面肯定是比较慢的 像前几集有剧情的 我直接奔着剧情去走 基本上全部是跑图的 然后优先把这些小家伙给干掉 这些房顶上的人 他都是远程的 他们会用毒来攻击我们 很烦很烦 如果不当心 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死掉的 就哪怕现在我们的 对于敌人的战斗强度 大脑流几乎打杂兵 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 九十八以上的敌人 都属于是无敌状态 但是你撑不住 他一帮人给你放毒 就比较恶心了 然后我们换上武器 好 把这个蛇给干掉 可以暗杀 别掉下去 哎呀 好尴尬 然后下去 我之前录像的时候 这个人也会 反正就很恶心 看他这个骨兽如柴的 这种敌人数也是很恶心 像我之前录像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在联网状态 玩游戏的 因为如果我在正式玩的时候 我的目的是录像 万一有一个什么人入侵 或者是一些其他七七八八的情况 我是不希望这种情况存在的 所以正常情况下 我都会以脱机的形式去玩游戏 而且不会有一些其他七七八八的一些 可以对我做节目造成影响的 你下不下来 把他勾引下来 因为上面还有其他的敌人 也是会扔毒的 我们 哎 这个位置有点点尴尬 有点尴尬 我们到稍微宽敞一点的地方 否则走着走着走不好 走掉下去了 之前帮塔尼斯做任务 杀了三个人以后 获得了一个复服 大家看到 我们只要正常的攻击 打敌人 杀死掉了 我们就可以进行回血 但是没有处决回血 回的那么多 然后我们走上面 我们待会再到那个上面去 先到这边来 走到这里停一下 此时肯定会出两个敌人 一个是腐败狗 僵尸狗 这种人 在整个火山关顶里面 就没几个像人形的 大多数都没什么人形 不怪的 他不像在魔法学院 或者是史东威尔城里面 那些地方 还是有一些人的 几乎没什么人 然后在这边 我要使用一下 卡利亚式反击 打他 使用卡利亚是最好打的 你要用挡挡 又跟他挡 挡得累死 打了5000多的血 因为他只要 前面的门一开 他的弱点在里面 所以一下打出了5000多的血 在火山关底的探索的过程当中 我是没有看攻略的 凭我自己去找 反正是我把我看到的 全部拿掉了 几乎是没有漏 可能会有隐藏的暗门 如果有经过 我也知道 观众朋友们会进行一些补充 好了 这边还有一些敌人 上面的那几个一定要弄死 否则我们在下面 跟刚刚的那个铁了吧唧的 就是这个流动火葬场 打起来 上面哐当哐当哐当 三个毒瓶一栽下来 我们基本上可能会被秒掉 很厉害很厉害 现在我用的手头的这把武器 就是在之前在教堂里面 打大胖子 留下来的这个武器 我们走这边 从这个角度打他 否则两三下 可能把它跑到下面去 就是四色弹道师5 我们从下面清 把敌人清掉 因为我们从下面清进去 不大容易被敌人包围 否则一下从中间 防顶跳下去 可能被包围掉就很烦 你要干嘛 你要扔毒啊你 里面有个 这个应该好像叫恶兆之子 好像是叫恶兆之子 不管他先给他引过来 我老是忘 我要按RT键才是重弓 你过来 等着他 又又把我打崩掉了 这个只要一没盾了就行了 退回来一点 他的AI比较弱 有时候出不出来 你看他卡住了 但是他卡住还是打得着我们的 现在已经有观众 说呢 老代你去做一下血缘 包括黑魂一二三恶魂 你过去玩一玩 对不对 看看我能玩出什么花手来 这个 该很多人都做过视频了 不一定需要我 要做也能做 但不能给魂类游戏给罩住了 对不对 我们虽然相对比较权能 天赋点的都比较多 啥游戏都做 对不对 但也不能啥都做 毕竟已经有很多人 但我做呢 可能有一个好处 就是 基本上我能研究出来的打法 都是比较 比较省力的打法 然后我在上一集的时候 问观众 你们多少人 是跟我一样的套路 有点个大盾在那边拿 有的观众说是他试的 有的观众说不是了 有的观众说这样不好玩 但是打不过了 还是用哪哪流 这是何苦呢 好了 黄金圣 这个东西应该是 祷告的武器 就是你有祷告的魔法 你必须要 就跟法师 你需要一个法杖 才能释放 魔法一样 他要刚刚的那个东西 就释放祷告系的技能 这什么东西打到我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旁边 这个有一个 比较隐藏的地方 搞个马是什么意思 走的后面呢 是上来的地方 上来的地方 先把他给干掉 撤回来一点 搞定 还有一个 直接先给他干掉 不要废话 搞定 我们现在身上的衣服啊 太重了 应该脱了衣服 再跳的 穿着衣服的 就 跳不上去 现在我们手头的这把武器 是可以 滑步的 猎选步伐的 真的太重了 我装衣服啊 装的太大了 然后我们装备一个 老寒腿 在这边有一些壶 这些壶呢 最好是远距离过去 他们 换个盾 攻击个弧 再来个弧 要炸了 但是如果距离敌人太远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吸血 就是利用攻击回血的 然后大蛇打掉以后 会获得一个大卢恩 那个大卢恩 是用卢恩玩弧捏一下 也是可以回血的 像我的话 实际上捏大卢恩是很合算的 因为我是有备合存档的 基本上在视频里面 除了跌落杀 我几乎是不会死 但我尽量不捏 尽量少用东西 这是一个 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一个小盾 然后到中间去 火山里面 我们走下去 是没有办法 不会马上死 是没有办法 跑起来的 让开 但是可以使用猎犬 步伐 在岩浆里面移动 OK 搞定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因为我们已经去了雪山 五六都可以 锻造石都可以自由购买了 不管是湿色的 还是普通的 所以这里面的锻造石 收益来讲 主要也就是一些护服 可以用一下 从这边绕一圈 可以再过去 太重了 真的太重了 所以刚刚没跳上去 我把我的身上的衣服 弄成我可以负荷的重量 走 好吧 没有跳好 但是还好 伤血不是太厉害 我们使用猎犬步伐 哎呀 没药了 没药的情况下 只能在里面慢慢走 可以用药去扛 也可以 我们还要重新走一圈 这样又可以回到 我们刚刚在这个地方 用弓箭射掉两个人 否则我们过来 还要跟他们打 刚刚我们有一个东西没拿 身上现在的装备的重量 是 总重量是中 但我也觉得烦 我们就直接什么都不带 因为这个真的是比较远 要跳过去 走 脱光就可以跳过来 这边可以获得一个时间钥匙 好了 然后我们再从下面这边 再绕一圈 从刚刚的 一压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我要找可以滑步的装备 但是这个人越着急越办不成事 我没找到我要用的装备 我找了半天 我又没血了 我们先上岸 先上岸被给烫死了 然后我们要调整一下装备 然后迅速的把这些衣服装备 都给它换上 好了 我们又回到这个下面了 那我们就再次快进吧 还是要从刚刚的地方再上去 整个火山关底 以我们现在的装备强度和角色的强度 过来是不难的 我们看一下那边 看一下对过 我们稍后是会过去的 好了 还是刚刚那条路 上来了 此时呢 这片的区域应该只差最后一个东西 没有拿了 其他的都已经全部拿掉了 就是出去以后 在上面还有一个东西没拿 那就上面这个东西 之所以之前我没有上去拿 是因为到了这边以后 我们要从下面去打一大群的底层 进入一个包围圈 我们现在要回头上去 把那个东西给拿掉 我们两倍速稍微快进一下 因为这些地方我们刚刚都走过了 房顶再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的 有一个锻造石6 然后从旁边过去 刚刚那边跳过去 可以跳过去 但是跳不好就跳到档里面去了 这是敌人掉落的 火山石 继续往上走 这边也有一个东西 房顶颅温 从这边下去 就可以把这片区域的东西全部拿掉了 这是我发现的这片区域 最后一个东西 OK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应该是没了 然后我们要准备一下这个盾 魔力黄铜盾 实际上不应该用魔力 应该用普通 魔力黄铜盾 对于魔力的 抗性啊 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使用一下时间钥匙 里面有一个移动火葬场 游戏里面呢 它的名字叫做 鲁人少女 人偶 就这玩意 手头可能是像这样的一个电锯 卡利亚是 反击 打他会比较好打 2700 再来一下 因为他嘴巴张着在 所以两下就可以把他带走 否则他很烦很烦 血又厚 我们普通武器的攻击啊 打他也不好打 然后老汉腿也不好打 观众们也 交流一下 就有答案了 我没有办法找到打他好的方法 观众们也可以找到 对不对 我找到的就是 现在卡利亚是反击 这个方式去打 就比较好打 如果你跳着看 你肯定不知道 这玩意为什么伤害这么高 那你要看前面的攻略 在B站的话 要合击里面看P37 一定要在下面 把上面先射掉几个 然后我们再上来 否则他们这个毒壶一针乱针啊 会死得很难看 就前面这一段是最难录的 我大概录了四五次 红虎或炼坠 这个是可以提高血上限的 现在是1450 装备上之后可以提高大概100点左右的血 提高到1550 但是我们没什么必要 我们本身就是战士40的血 这个东西是在我们打boss 有可能被敌人秒杀 或者说扛不住敌人一套连招的时候 用一下让我们不被秒 打boss的时候临时用的 平时没有太大用处 然后在右侧还有一只蛇 把蛇给挠死 还关灯干嘛 挠一刀 挠这些敌人最好是手 匕首 匕首有一把知名一击 140的正常都是100 那个挡起来比较过瘾 单到14 大家看到那边吗 那个房间里面藏着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任务有关系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不去拿 如果要拿 用旁边的这个梯子上去 从梯子可以跳进去 然后我们还是从左边走 背叛 走 这里面就是我特别讨厌的一个场景 特别阴森的一个场景 这边是过不去的 从那边过去才可以 我来看一眼 瞅一眼 上面有怪 会掉下来 从背后打他 没有任何问题 这里面真的没有几个像人型的 二灯法环 我其他不说 任务系统做的引导差就算了 他还不更新完 更新一个版本 出来一点新故事 这个我真的有点不大 不大理解 他兴趣来了 就给你再加一点后续 这个真的很讨厌 可能过个三五年以后 我自己 我再玩一次的时候 我再录一下 你们现在已经比较上手 但三五年之后 你现在让我再去打只狼 我也不会打 肯定菜的跟当时差不多 然后满屏就不回事 你去看看老代的视频 我当时做只狼的时候 一个人在埋头在那边做节目 主要是自己去钢正面 然后用爽上流去打 这是我最 游戏里面至今为止 最讨厌的敌人 没有之谜 打到现在的所有敌人里面 这个敌人是最讨厌的 因为像我们主播是 常年打游戏 一年少说通关 最少也要通关 10到15个 因为我不直播了嘛 现在我以前直播的时候 可能一年下来 三五十个游戏 五十个游戏 大概是有的 四五十个游戏 就要能直播 能玩的游戏啊 都会玩 他给干掉 打他最好的方式就是 一个是想抢先手 如果抢不了先手 就往后退 让他先扑一下 扑完以后 我们再反击就可以了 因为是地毯式的嘛 所以说我们要把 所有的敌人该清了 都给他清干净 又来一个 打先手 一个重攻击 我们这个一个重攻击 是可以往前进一步的 所以说打先手比较好打 你很烦呐 他是有几率 把他手上的盾呢 掉下来的 到了这儿呢 观众们实际上 已经知道这是哪儿了 因为你们看过前面一集 就知道这是哪儿了 那这次呢 我们把能搜刮的 都给他搜刮干净 上去 里面呢是有一个伺服点 这下门原本是关着的 我们过来偷试色锻造石的时候 就是做的这个火 然后我们休息一下 继续出发 银兵厅 银兵厅 OK 做一下 然后我们要调整一下武器装备 把老汉腿带上 因为我们待会要亲敌人 然后弓应该没什么太大必要了 否则装一个轻一点的弓 太重了 休息一下 因为前面的场景啊 我们不会再回头了 该拿的东西都已经拿完了 它不像史东威尔城 史东威尔城是你要走回头路的 从魔法学院那边过来的 那个传送过来的那个方案啊 在视频里面 我们现在的区域 我没有找到可以到那个区域的方法 没有的 从那个地方可以到这边来 但是这个地方 到不了之前的那边区域去 又投狐的 很烦的 还好我们能吸血 因为老汉腿也对付这些女人 就比较好对付 基本上一脚一个 又在那边投 打一下弓 普通的弓 一下搞不定 搞定 在1.03版更新之后 还修复了一个bug 就是猎犬步伐 在1.02版的时候 使用猎犬步伐 是不会消耗绿槽的 但是1.03版 是会消耗绿槽的 它又消耗蓝槽 又消耗绿槽 我们从这边上去 我东西可以拿 走 现在在我们的右侧 就是我们刚刚 在火里蹚来蹚去的地方 这边没东西 刚进来的时候 水是云里雾里 时间长了就跟自己家一样了 好了 走 然后这边我们走一下 因为 有的观众是 有的观众是第一次来 在我们现在房子的 在刚刚我们现在的后面的地方 上面正常情况下 是有一个湿色锻造石6的 我们演示一下 在这个上面 就是这个人的地方 我们以前通过其他的方法 已经过来拿过了 如果完整看的情况下是知道的 然后在这后面 还有东西可以拿 这是我背板的时候没发现 现在发现 就跟扫地一样 是吧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扫地大爷 地毯式的清场和搜刮 在整个火山关锭里面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有两个东西 就是之前我们有一个东西 不是没拿吗 对吧 后面还有一个东西 我不拿 也是跟其他的之前任务有关的 我会到那个时候 要拿那个东西的时候 再来 OK搞定 现在我大家看到的那个区域 就是如果是从魔法学院那边 给刚才的那个人偶 抱到肚子里面弄死了 就回到刚刚的那个上面去 然后我们从这边下去 有一个boss 但是奖励很差很差 几乎没得奖励 什么情况 什么提示没了 如果有龙的话 反正在我们左侧 出现这个墓碑的情况下 可以招大哥 可以招火灰出来 基本上就要开始干架了 我准备用卡利亚式凤凰去对付这只狼 这头龙 这个boss 比较好打 这个东西呢 也就是对付一些 比较大型的敌人 用卡利亚式凤凰会比较好一些 后面我尽量少用吧 或者说不用 因为肯定是要被封的 不封的话有点太变态了 出来了 然后我们回来 让大哥去吸引仇恨 一千多 很厉害 我们的武器打到他身上 打起来伤害很低 他现在算精英 都不能算boss 血潮在他自己身上 已经大半血没了 上去挡吧 也可以挡 威胁不大 不对 应该说没有威胁 让开 挡他 把他挡到出血 哇一出溜 搞定了 龙心脏 然后在他这个下面呢 会有一个锻造石7 按照强度计算 理论上在雪山上面 巨人雪山那 一些地方会捡到一些锻造石7 和锻造石8 我到现在也没有怎么到雪山那边 好好逛过 比如说就有目的的 去收集一些锻造石7和8 包括失色锻造石789 都没有去过 否则的话武器啊 对于我们来说 武器有些太强了 打这些敌人 就跟割草一样 好了 我们又回到了 刚刚下去的地方 接下来可收集的东西啊 就不多了 上去 上面这边呢 会有一个失色锻造石的武器 这个敌人 是打到现在少有的 长得像人的 这身衣服是可以掉的 我是刷出来了 就是我把它刷掉以后 前面就有一个刺服点 然后 用卡雷亚凤环 就过来刷它 我大概刷了有15还是20分钟 因为我是感应吸血流的 因为它吸血状态的情况下 需要感应的点数 这个地方有个失色锻造石5 感应越高 观察力越高 所以说我比普通的 其他的流派刷装备 要好刷很多 我正常情况下 观察力是132 然后 如果吃了一个白银鸡爪 可以上升到182 好吧 本集到这儿就差不多了 下一集我们将从这里 换上刚刚那个 敌人的一套衣服以后 继续出发 大家拜拜啦